民进党中八选区立委候选人谢志忠 4号上午在立委洪生汉市党部主委李天生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 踢跑对手江启臣的竞选总部干部 疑似涉嫌违反选霸法 切志忠表示三名干部的交保金额为2024大选的最高记录 那就法律上来讲会用50万40万交保 那基本上也都算事实明确 更喊话江启臣要他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选群深具信心 那是不是江启臣委员选情告急了 又要下这种众手了 江启臣则透过发言人回应 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还未到起诉阶段 反批谢志忠拿不出证据 仅拼交保金额就随意指控他人会选 根本是选举奥布 反控对手就是要干预司法办案 意图使人不当选 并质疑未来司法若还江启臣清白 谢志忠要不要辞去明代职务 以事负责 江启臣本人则合体议员邱爱山车队扫接拜票 冲刺选情 巡战倒数双方攻防激烈 就看选民如何定夺 在线长辰子穗立 SNG小组台中报道